大家好,眨眨眼就是鼠年快要來, 我想先跟大家拜個早年, 當然希望大家好像米糕老鼠那麼可愛, 千萬不要像米糕老鼠那樣,專門偷人食, 這些不正之風不應該有的,尤其是大陸的官員。 今天既然講到老鼠,必須要跟大家講講現在武漢的瘟疫, 在這段時候,春節快要來, 大家如果真的這段時候回大陸,不一定是武漢的, 是全個大陸裏面的任何地方裏面,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的情況是怎樣, 不過大家是相當高度去警惕現在這個不明原因的肺炎, 究竟是怎樣擴散,所以這段時候大家就是以安全健康至上。 好了,講到現在武漢的疫情的時候來講, 我經常跟大家講,如果你看的表面,它是有進步的, 所謂進步就是,它吸收了2003年的時候的SARS教訓, 它現在將那個情況通報出來,就是比那時候快些的, 我稍後再對比一下,2003年SARS的時候那種情況, 大家就知道那個情況去到哪裡了, 不過我經常跟很多朋友講,大陸那些東西是學表面的, 就是學皮不學肉,學肉不學骨,所以它整個處理疫情, 以至那個信息發佈是非常流弊多多, 首先講第一件事,大家為什麼現在官方公佈的東西是不可信的呢, 大家都不相信它的數字,又不相信它講那些疫情的情況範圍等等, 為什麼會這樣呢,我舉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跟大家分享一下, 第一,大家有沒有發覺,武漢那裡經常放出來的數字, 到今時今日,我都不敢講那個數字是多少, 因為它講的數字,大家都覺得是壓縮了, 但是現在可以看到了,離開了武漢的,北至北京有具體個案, 南至深圳廣州、上海、廣西, 到處都有個案了,雖然你說個案就不是多, 但是大家如果要看中共的數字,你要看一件事就是, 它現在講的都是很多確診個案,就不是疑似個案, 但是大家你看傳染病最要關注的就是疑似個案, 因為疑似個案那個範圍覆蓋,在你那個所謂疫區以外的都有可能是疑似個案, 現在去到南韓有了,泰國有了,其他國家都有, 而且講到明是旅客是來自武漢的,這些情況之下, 官方你仍然是講確診數字,疑似數字你是講些不講些, 這些來講就反映了官方它公開的數字,很多是不可信的, 第二點就是它現在所講的就是確實了是有限度人傳人, 以前它就沒有講不會人傳人的,接著現在說有限度人傳人, 這些是在擠牙膏的情況之下,它才講一些東西出來, 就反映了其實國內很多專家,已經講包括中南山, 廣州傳染學的專家中的專家,它已經講了確定了人傳人, 當然它就沒有講那個傳染的範圍是怎樣, 所以為什麼現在武漢它那裡只是講有限度人傳人, 正因為它們的東西不透明,所以外國很多專家包括世衛的專家, 它從現在官方所公佈出來的跡象, 它們估現在在大陸範圍裡面,尤其是武漢, 就要觀察或者疑似個案等等,1700宗, 這個還是前幾億的數字,現在是怎樣呢?不知道了, 好了,跟著還有香港的官員去武漢, 按過去當時沙士的情況來做對比, 香港的官員那時候回廣州去了解疫情的時候, 記者可以公開,而他們官員是可以馬上跟記者講情況是怎樣, 他們考察到是怎樣,但是今次香港的官員去到行程保密的, 這些做法就無私顯見私了,跟著就是雖然官方後來都公佈, 但是你已經將那個疫情真正數字延遲了,跟著還有一個, 就是現在武漢初時不承認,現在後來承認, 就是武漢的醫務人員,他們都感染了,今天剛剛收到個未經證實的消息, 是連北大的教授,網上都有疑似疫情出現了, 當然因為現在這個時間我們還要查證,所以一大堆的東西是證明武漢當局, 它是沒有將真正情況公佈出來,只是看他們自己的反應到錄影這一刻為止, 武漢已經開始禁止那些人在武漢範圍內外大規模出現,大規模出入, 有些汽車離開它都要抽樣檢查了等等, 就證明他們自己覺得其實那個疫情已經不斷擴散, 武漢政府自己都講的,原本是一個魚市場, 但是現在在其他地方沒有去過這個,他們認為疫情源頭那些地方都有人感染了, 已經在社區裡面擴散了,為什麼你現在還是藏起來藏起來? 接著第二個問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,我們發現了一個現象, 就是武漢那裡由上星期五開始, 就很多發佈的消息是漏夜才發佈的, 即是深夜11點12點,到有時過了凌晨才發佈的,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?原來這裡就要跟大家講講, 中共的政治文化裏面有四大問題是影響著人民的知情權, 包括人民的生命權的,第一樣東西就是, 原來他們經常覺得控制了傳統傳媒,報紙、電台、電視就最方便了, 而這些往往晚上的時候,即是比較夜10點11點的截稿了, 所以他們的東西就移到11點12點凌晨才發, 你等傳統傳媒是趕不到的新聞,一到翌日出現的時候, 新聞已經明天黃花了,人家再去報,沒有那麼熱烈的了, 他們的思維就是這樣的,我經常跟他們吵,就是說, 你為什麼網媒,現在網媒24小時的, 他們就說網媒他們一來禁不了,二來網媒一出,尤其是大陸的網媒, 你看看現在國內很多門戶網,它漏夜出, 那漏夜出就出了,但是一早早他們刪的,到翌日大家看的時候, 就好像沒有這個消息,而它就好像製造一個形象出來, 它沒有禁,網台也有,這些是不是考研令式,掩蓋的疫情, 好了,我又經常跟他們吵,就是說,你如果是漏夜放的, 即是發佈消息的,人家外國是早上來的,或者白天來的, 人家都報的,你掩不到事實真相,你知不知道他們那班官僚怎麼想, 他們說這些外國只是關心中國的政治,不關心中國的疫情, 所以不要緊,有沒有發覺它所有東西都是要掩蓋那個真相, 這是第一個原因,第二個原因就是原來, 中共所謂大的影響事件等等,它原來有一個通報機制, 法律上就是說,24小時重大事件一定要對外公佈, 這個就是給你看的文件,但是內部那個執行機制就說, 重大事件一定要上報,好了,現在這個算是重大事件吧, 於是就要上報了,上報去到北京就由京官,按京官的思維來思考, 宣傳部,中央的國家衛生部等等,還有很多政治官員是從政治角度來考慮的嘛, 所以搞完一輪之後,才同意由武漢發,跟著中宣部落打, 犯了疫情的事情一定以武漢的,以新華社官方的為標準,其他的自己不能夠採訪, 那你就搞到那個消息又上又下,就阻塞了,是吧, 疫情是散抗得很快的嘛,那這些來講, 就是看到你官方那個官僚架構的阻滯了, 第三個原因就是,每個地方如果你發生疫情,你都怕影響經濟的嘛, 當年廣東就是這樣,所以武漢那裏他立刻就想, 不要將那些疫情講得那麼嚴重,不到關鍵時候,不是被人擠牙膏, 他都不講出來的,這個就是當地地方主義的考慮,到第四個原因是怎樣呢, 就來春節了,都不講一個禮拜,是吧,變成了中共現在, 就是搞到整個中國的經濟下滑,他們很希望在春節裏面, 又要谷翻一個歌舞聲平的形象出來的,所以這段時候, 如果你說疫情很重要,全國大家都不要到處走啊, 一來你擋不了春節,二來又會影響整個春節氣氛,春節經濟的嘛, 他年年第一個新聞,春節之後的第一個新聞就是, 交通人流破了多少紀錄,發出的短訊破了多少紀錄, 在網上的例示,怎樣怎樣破紀錄,他是這樣做一個氣勢出來的嘛, 所以對疫情的相對有減少,變成第二個原因, 就是為什麼他將這個疫情半夜三更才報呢, 原來又是這些政治掛稅,從這裡就必須跟大家講講, 03年的慘痛教訓,03年的沙士原本就不在香港的, 先在佛山這個地方,這些資料時候出回來的, 佛山那裏就有人發現,但是不知道是什麼肺炎, 當時非典型肺炎,跟著慢慢慢慢發覺, 在廣東的東邊的河原就很多人出事了, 所以當時大家就怎樣,煲薑醋, 就想著薑醋那些味可以在室內灑滾的, 突然很多人就煲薑醋了, 跟著搶板藍根等等那些東西, 跟著傳回廣州,跟著到東莞,這樣擴散的, 你說當時官方不知道,情有可原, 但是當時香港已經有一個微生物的專家, 在廣州做學術交流的,他發覺有問題,於是問了, 跟著回來就通知當時香港的局長楊永強, 他負責醫務衛生等等等等, 楊永強立刻問大陸, 當時大陸的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就說, 我肯負責任的告訴你,楊先生,廣東沒有疫情, 他竟然這樣說,結果當時在國內的疫情掩蓋著, 當時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,記住,後來更加升官發財的, 即是去到政治局常委的,人大委員長的, 原來張德江當時做廣東省委書記的時候,他想隱瞞, 但是隱瞞不了,不是因為香港那個微生物學的專家揭發, 而是說當時有個京官,這個就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揚, 周揚來了嗎?不是,周揚有個親戚來了廣東, 於是發覺有怪病,於是回到去跟周揚講, 周揚在聊天的時候就跟江澤民講了,於是就說有啊, 派張文康下來,張文康又是江澤民的御醫來的, 下來的時候,張德江和張文康大家在那裡談,怎樣搞定呢, 跟著談好了,張德江說當然不要影響經濟旅遊, 張文康回到北京就跟中央講廣東是有疫情, 不過搞定了,沒事了,你說這個這樣的, 是不是令到那個疫情更加擴散,老百姓更加沒有辦法預防呢? 好了,跟著擴大了,去到北京了, 當時北京市長的孟學龍,大家給另一個名叫做, 就是叫做,嘩,血龍,你令到大家血龍, 就是普通話就是血龍,不是血龍於誰, 而是當時他要按住這個疫情, 但是世衛的人已經發現到中國有疫情, 就派人來處理,到最後, 孟學龍說不要讓他們看到那麼多病人, 於是就找救傷車載著那些染病的沙士病人, 周圍走,不要讓世衛的人去到醫院裡面發覺, 那你說究竟是擴散細菌,還是撲滅細菌呢? 這些是很簡單的道理而已, 我不知道哪個人給了辦法, 到最後,總之就是孟學龍作為市長,他OK, 到最後,嘩,全國中共宣佈死五百多人, 香港死二百九十九人, 孟學龍後來被握,所以調去南水北調辦公室, 誰知道沒多久,調去山仔做官, 你看看你在中國哪有問責文化的, 所以這兩個就是講國內的教訓, 好,接著國內當時,好在有個張彥永教授, 在軍方的,他跟國內的傳媒講了, 喂,有疫情啊,你快點報導啊, 怎麼國內的?不報導啊, 到最後呢,是個蔣醫生向外國傳媒爆了出來, 才知道的,所以這些這樣的情況, 中共高層如果你是吸收教訓, 你真的不要打壓境外傳媒,包括香港傳媒,是不是? 好了,剛才講到香港那方面也都受到慘痛教訓, 就是我剛才講,當時的楊永強局長, 他直接問,國內問張文康,他得到個答案, 咦,是啊,國內的官中央大員告訴你,沒有疫情啊,應該相信啊, 結果他回來,記者問他,他就說,我已經很負責任跟你講, 我問過了,是真的,楊永強不應該責怪他, 只不過是最多就罵他,他不了解中國的國情而已, 結果他就說,沒事啊,於是大家就當沒事了, 結果後來就有一個廣州的學者,跟我同姓的,有姓劉的, 他沒事,就下來,下來他原本已經想著有病的了, 因為他國內的機構和香港的醫院又有掛勾的, 怎知道他下來的第一件事,就是先去參加一個飲宴, 後來才發覺,哇,他自己都不知道的,後來才發覺, 原來下來的人,有些是超級帶菌者,超級帶菌者是什麼呢, 因為他們的傳染那個能力,是正常一般傳染的25倍, 你說無端端這樣來了,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, 大家可以看了,就是香港現在特區政府的官員, 你那個防疫工作究竟行不行的,你現在說, 武漢來的飛機的乘客就要他們申報,高鐵那些你又沒有, 其他城市來香港的,我不知道你會不會繼續收,即是繼續握緊這些措施, 因為現在武漢的疫情已經擴展到其他城市, 其他城市那些你又不理,是不是你想配合國內要減低那個緊張氣氛, 然後你在香港又做得那麼鬆呢,當然你說落地之後, 現在有那些熱能探測,但是你看看現在整個那個做法, 你就是給人感覺到不安心的,所以去到這個情況, 我現在就經常跟他說,就是說香港的教訓,國內的教訓, 要大家是共同吸取,跟著大家就說不要緊,你看我們領導人, 習近平、李克強已經是落了命令,去努力去壓制疫情, 我看新聞,我說是,他們都不想染病的,但是中國的官僚, 很多事情你猜領導人講了一句,就會做好嗎?不行的, 我又立即跟大家講講,如果發生個重大事件,領導人要去現場視察, 原來他們有規矩的,規矩就說到哪個級別,甚至死多少人, 才出哪一級的領導人,是國務委員,還是副總理,還是要總理出呢? 如果越高級的領導人去現場視察,首先第一件事, 要看現場的情況,會不會對領導人不利,或者對領導的健康怎樣? 我立即舉個例,我們經常採訪,天津大爆炸, 整個地下好像隕石掉下來,炸到亂炸大龍,大家都說要救了, 死的消防人員就不少,到最後,當時市長去了哪裡?很多人不見, 他一出現的時候,是怎樣?就是李克強中央來到天津, 那時候已經過了很多日了,後來去採訪的朋友就發覺,為什麼? 就是因為他們怕大爆炸之後,火就夠熄了, 但空氣裏面仍然利慢著很多毒氣的,領導人去到那裡, 毒氣阻不了,難道他戴著豬嘴?如果戴著豬嘴, 你怎樣向全國人民表示,你是親民愛民如子? 所以這些情況,有沒有新聞,習近平去武漢視察,看看敢不敢? 我又立即舉另一個例,在香港沙士的時候, 淘大花園不是重災區的,結果當時董先生要求, 當時負責衛生工作的陳馮富珍,要求你去那裡淘大花園看看,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覺,所有新聞都看不到,除非他自己去, 但我不信,有沒有一個陳馮富珍去到淘大花園,直接去視察? 沒有,當時去過是誰呢?是環保局,廖壽東,廖壽東很負責任, 雖然不是他的責任範圍,但都跟環境有關,結果他去了,是吧? 所以原來官員不是將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, 從這裏最後跟大家講講,武漢的情況已經令到台灣都關心了, 所以台灣那邊要求派兩個人去武漢那裏視察情況, 那時候是台灣選舉之前的,大陸說好,我們兩岸同胞血濃於水, 於是就說你來吧,但到現在都沒有進一步續問,選舉完了, 我們再去了解,現在詳情未知的, 但是總之就是,台灣就說,我過來那些是我台灣政府的官員來的, 政府官員,大陸說,大陸現在沒有反應,如果大陸他說, 你那些只是一般的,醫務人員,又在這個政治問題, 身份問題上去卡住了,台灣都曾經是發生過變種的沙士, 結果香港有一個旅行團滯留在台灣,當時特區政府都說, 如果是這樣,我們要有互相的協作, 結果台灣是同意香港的官員,或者醫務人員, 以至是移民局入境處等等,都有些人過去那邊, 就幫手看有些什麼可以幫手,台灣都一樣彈性處理, 但是今次看不到,或者暫時的新聞未出現, 我們希望能夠兩岸握著這個契機,大陸你接受台灣的官員過去, 因為這個民生性事件,所以我們看完這麼多東西, 關鍵就是說,大陸的腦袋變不變,如果他腦袋不變, 它仍然會有很多東西很萌生,從而影響了那個撲滅疫情的工作, 所以我們更加不希望, 鼠袋來到的時候,就蔓延了一場政治的鼠疫, 如果變成了政治的鼠疫,我想又是人被有害的老鼠淚死了, 所以現在埃連近晚,不要講那麼多負面的東西,悲觀失望, 大家開開心心,健健康康,安安全全,過一個春節, 過了春節再跟大家分享其他問題,拜拜